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自己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身体健康 因为身体健康最重要 没有精神 没有健康 又如何去赚钱 又如何去吸引财富 吸引好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但是我看过不同的治疗法师 有些治疗法师本身是佛教徒 上一集也说过 我之前是做了基督徒很多年 从来都不认识有业力的这一部分 但是当我去看那些治疗法师的时候 他就会帮我处理一些身体的症状 但是从来都没有提过我 说需要去处理家族业力这一部分 当时你那个朋友是一个佛教徒 亦都是一个自然疗法师 亦都很奇怪 他帮不了你手 是的 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看了那个疗法都已经几个月了 那不知道是否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所以就不跟我提及佛法这一部分呢 都有可能 但是来说 以我认知坊间亦都很多不同的能量疗法的老师 包括一些声语、光语、不同的能量频率的老师 其实他们亦都做得挺好的 甚至乎亦都可以帮忙看到前世今生的 是说的是累世很多世 但是他们亦都很强调他们行一些高频率 高维度的方法 可以帮他们提升频率 做了之后 亦都可以舒缓了很多痛症 或者是工作 感情各方面都很顺利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因果业力 他们把口也都很讲表里合一 但是问题上 我们真的看不到 为什么他们亦都会比较抗拒一些传统的佛法 其实是否可以两样加在一起用呢 我听说 这个新纪元的时代就是去宗教化的 所有东西都是能量意识 不需要理会那么多意识 一些做法 其实好像我们去帮别人处理一间屋 处理一个能量风水 好 那个业主就比如找我们 我们把那间屋的能量频率提升了 那当事人 我记得那个朋友 是有一些灵体的滋扰的 但是当我设定好一个能量场之后 我得知道那个灵体是跟不到的 当时我也没有用到一些特别的符咒 只不过纯粹一些能量频率和风水的学问去处理 那也得到很好的效果 那他跟不到那个案主 那就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是一个好的讯息 但是我也提醒了这个业主 需要去处理一些因果业力的问题 那我也都交代了叫他怎样去做 那也有些朋友说 哦 我不信这一套的 我不是帮不了他 我也是帮到他 但是呢 那个容后有些什么事情会回来呢 其实是没有人预计到的 就是人始终会有高低的 那你这一刻找到我去帮你处理这间屋而已 但是可能他时运低 或者他经常出车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 沾染到不好的能量 或者他真的时运低 那其实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我通常也会交代了不同的朋友 客户 一定要处理那个因果业力 那你帮人去做这个能量风水 其实就没有负面效果了 就好像李sir刚刚说了 就好像帮他调整了他家的风水 就像金钟罩那样 但是可能他时运低 其实可能他的业力 都会回来找他 是什么意思 是啊 没错 那好像我们坊间 现在很流行一些叫做阳声大师 或者去一些集体 去做一些冥想 静坐 甚至乎去看前世今生 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解读 或者是将自己的能量去提升 但是根源性未必去搞得好 根源性搞得好 或者我总结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祖先 包括是父系 母系的祖先 甚至乎自身的冤亲债主 再加上累世的父母 其实我们每一部分都做得好 的时候 其实我们再去学习一些 不同的能量疗愈的方法 也都将家里的空间能量去改好 这样才是治标和治本 因为太多朋友 就说譬如他有痛症 找了一个能量治疗师 他是很高频的 是立刻可以帮他 fix 到问题 但是是不是真的帮到他呢 因为有些治疗师 我都比较是反感一点的 因为他本身是有自己的功能 自己的特异功能是什么呢 除了能量调频的部分 他可以看到别人的前世今生 但是你看到 你可以解读给别人听 但是我们要求是方法 他没有去根治 帮他处理那种业力 只不过就说 好像坊间的人 头痛依头 脚痛依脚 你每次找他肯定 fix 到的 但是因为这些人 是会得到很多不同的客户的信任 学生的信任 但是呢 他没有将他那个真正 那套学文 完完整整地告诉那些学生 或者客户 这个就是业界一个大问题 好像你之前遇到那些治疗师 也有同样的问题 是的 那就浪费了些功夫 如果处理不到根源 又浪费过治疗师的功夫 又浪费过按住的金钱 治疗师的功夫 治疗师的功夫 他是很想他浪费多些 在商言商来说 他不令到你断尾 某程度上他的生意是多了的 但是问题上 有利必有弊 这个也是他们自身 招惹的因果业力 这一刻可能他会找到多些钱 但是来说 将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不知道 这集也很精彩 也很感谢李sir和Lily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